好 没有错 柯文哲不提抗告之后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禁止检察官相信法官 第二个是他不想要再延压 希望鸡鸭两个月就能出来 并且要拼的是一二审 他把堵住全部都放在法官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尽管不提抗告 柯文哲跟检方这两个人 这两方他们的大战是不是还在暗潮汹涌呢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柯文哲发出的声明不抗告 没想到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检方是立刻提训了威京小沈 沈庆金来到北检 这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了 尽管检方说 他可以证明说我是前天或前一天 就已经要提训他 但是这个巧合不免让人家会有一些猜想 而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 沈庆金到底来北检被提训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先给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沈庆金大概一点多的时候 从求车下来之后来进到地检所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他坐着轮椅 下面是还有戴手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见他从土城 风尘仆仆坐上球车到这个地方 对他的身体来说 当然影响会是非常大 而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他的委任律师胡元龙也到了现场 来陪他一起来做应训 这过程的内容我没有询问他 但是低调没有来来做回应 但是现在外界有来猜测 到底北检来提训沈庆金的意义 跟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先跟大家讲的 绝对不可能跟土力是有关系的 而是完完全全都聚焦在金流上面 尤其是趁沈庆金会不会在虚弱的时候 能趁他这个心房比较弱的时候 能够去切入呢 我刚刚有提到了沈庆金他有就医的记录 而且他当时被高院驳回理由 竟然是你没有重病到不能积压 对他一个七十几岁的人来说 他身上有很多慢性病的人来说 当然他的虚弱 你刚从画面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过去是检察官到北首去找他 这次还特别把他从这个土城 用提训的方式来做求车的方式 来到北检 是不是让他的身心灵更有受到一些影响 能够去徒步他的心房呢 那突破心房关键就在于 这几天大家在吵的USB里面的1500到底是什么 1500万还是1500真的是时间呢 尤其是如果你身为一个行贿者 你先给出了4500万的这个行贿的款项 有3000多万 3000多万已经被印小薇拿走了 你总该会知道说 这里面的钱是要给谁有什么样的用 甚至这剩余的1500万 是不是真的给柯文哲呢 会不会检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直接让沈金金把柯文哲给咬出来 我们可以来关注 好 另外现在柯文哲的声明发表之后 律师林志群他也特别在脸书上面发文 他直接直指阿伯你会不会太天真了呢 他说律师想要提抗告 但是阿伯不要 里面有一个关键 他说让检方好好查两个月 他认为阿伯太天真的 原因是因为检方不单单只会查两个月就会放人 甚至他不排除可能一审判决后才会来放人 那另外不要为难法院这个用词 他认为说这就是一个场面化 因为抗告就是给高院 所以没有所谓的为难问题 好 但不管如何沈金金到底在这个提讯顾问当中讲了什么 以及什么时候来还押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你掌握分析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近情形 把时间尽头还给检内主播 好 主播 各位观众学 大家关心病状的主席柯文哲呢 因为这个金华城弊案被法官裁定 鸡押禁键两个月 而最新消息呢 柯文哲不愿再提抗告 这原因跟理由呢 其中他就提到说呢 不想让这个法官为难 那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党这边呢 也将整体事件呢 定调为是检调单位的司法迫害 也喊话说希望这个司法单位 能够误网误纵公平来启动调查 因此呢 现在被解读为说呢 柯文哲这不提抗告背后的原因呢 似乎想要挑起这个检方跟院方法官之间的一个对立 那么来听一下国民党议员钟小平的最新说法 检察官追查等等 然后即使积压也要法官批准嘛 大家还是操弄政治 为了各党利益 然后远远的超过追求事实的真相 远远的超过政治的金流这等等 这个其实证据已经很清楚了嘛 所以大家不看这个 其实大家心都蛮偏的 我觉得蛮坏的我觉得 好 我听到呢 除了这个钟小平是表示说呢 其实柯文哲这整体事件呢 现在已经升格为一种政治攻防了 反倒是呢 有来淡化这个事实的真相 但是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 认为说呢 柯文哲不提抗告 其实背后原因就是怕后续这个裁定的 积压书内呢 会曝光更多对柯文哲来说是致命的罪证喔 也会让柯文哲的形象持续大打折扣 以上也是我们掌握到现在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往给换来主播 下期的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持续来 但您关心金华城岸的最新进展 而简连今天又再度有动作 在中午的时候是由首度来提讯 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而透过当时的画面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的是沈庆金 看起来是有听到媒体的喊话之后 有刻意回避镜头 除此之外也有看到他的手 其实有用衣服来遮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双手有被伤口 而他身体也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 被推进了台北地检署 而除此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人也被提讯来台北地检署 都是大家现在要关注的重点 但是为什么沈庆金会被提讯呢 而他的律师也已经陪同来到了地检署 为什么他会被提讯呢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和1500这个数字 大家都在讨论的有关 因为大家就有发现说 柯文哲之前有被查扣的一个USB里面 有写到1500 2022年11月1号 小沈1500省庆金 但是这个1500到底代表的还是什么呢 是给了1500万 还是下午3点钟呢 大家都在猜测 但是柯文哲自己本人是怎么说 和沈庆金是不是说法一样 现在简连也是约谈他来 要提讯他来的重点就是这个 要交叉比对他们的公词 但是呢 北地检署稍早又发出声明来强调说 是对是没有给特定的媒体任何一点消息的 因此他们现在为了要厘清这个质疑 因此还有分他自然要来调查厘清 到底有没有相关人员有涉及不法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近情形 把新镜头交还给同内主播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期的所在位置就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金华成案的最新进展 而在中午的时候 简连又有针对金华成案 又再度有纵作 就是来首度来提讯了 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在脚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在看守所 守折的时候有看到说 其实沈庆金的律师有去律见的 不过他在中午的时候 就首度被来到北检来提讯 主要就是针对最近 可能大家都有看到说 柯文哲的USB里头 其实有一段话是 2022年是有写到 小沈1500沈庆金 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钱 因此今天也首度来提讯他 要来做出说明之外呢 主要还是有来说出金流的部分 因此他现在讲的 任何一句都是关键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追星庭 不提抗告吗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陆正义 一早10点多拉着行李箱 出现在台北看守所 要来见柯文哲 律师什么问题都抗告 不是今天有送眼镜过来吗 任何问题陆正义一概不回答 通通得一等绿见完再说 虽然柯文哲从5号赛5 被裁定积压境界双手上铐走上球车 如今在看守所已经待了第五天 但随着陆正义前脚刚离开看守所 律师团就发出不抗告声明 强调以辩护人的职责应该要依法寻抗告程序 力拼抗告发回北院更审 但柯文哲曾向法官表明 不愿让法院为难 如果遭到积压不愿抗告 请检察官在两个月积压期间内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我会尽力配合 经过律师团再三确认 柯文哲仍不愿提起抗告 只是实际上面抗告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 因为提起抗告会被驳回 也有可能再遭到高院再继续陈述柯文哲 明知违法涉及相当一些违法的行为等等 进华承案从第一个被羁押的议员 应小微开始到目前为止 已有五名被告在押 除了柯文哲之外 其余四人提起抗告 包含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议员应小微 还有他的助理吴顺明 以及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等等 但上周通通被高院驳回 今晚柯文哲有十天的抗告期限 在9月15号深夜11点59分以前 都能提出抗告 但如今柯文哲连抗告程序也不提了 也就等于说放弃力拼 重获自由的机会 确定在看守所得待好待满两个月 想呼吸新鲜空气 只能靠律师天天律见 只不过对于小草们和太太陈佩琪来说 不抗告的这个决定 恐怕一时难以接受 等新闻 林尚玉彭西美杰新北报道 好 没错 柯文哲不抗告之后 他后面的盘算跟他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简单帮大家来厘清 他这一次不抗告的三个理由 分别是地院的鸡鸭亭有瑕疵 鸡鸭理由有瑕疵 第二个事情是柯文哲不给法官压力 他尊重法官 但是同时希望检察官这两个月内好好地来查 第三个是 他们今天二度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也确定了 我确定就是不抗告 这是三个重点 但现在法界把他整个的这个声明 全部都看完之后发现了几个猫腻 为什么他不提抗告呢 第一点 我们都知道这几个 包括了沈静晶 吴顺明 彭震生 应小为 这些赛压被告 他们提出的抗告 通通都被驳回了 想当然而柯文哲提抗告的失败几率 当然非常高 所以没有人会把头伸出去 去给别人打的 所以他们宁愿不要提 同时继续去打这种悲情牌的可能性 好 第二点是什么 我刚才有提到 我给检方两个月 而且我同时尊重法官 这个在法界人事眼里是什么 一 我们羁押两个月之后 其实检察官可以再申请 严押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 已经吃定了 就说我只给你检方 两个月的时间去办案 如果你这两个月的时间 你没有办出一个所以然的话 那就请你放了我 而且我已经给你说了 两个月时间我会配合你调查 那之后如果严押的话 包括柯文哲 包括他的支持者 是不是更有理由站上街头呢 另外他直指检察官 同时也去捧了法官 他说法官很辛苦 我们不要给压力 这是不是也是未来 包括一二省法官 他们在做新政的时候 认为柯文哲 其实是有配合调查 所以他现在是捧法官 去打检察官 好 第三个特别重要是 这一份声明 也被法界认为说 是不是有隔空串阵呢 法界用一个心理学的理论 叫做囚徒困境 这个囚徒困境的理由是说 囚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最后大家会一起赎 变成一个坏的结果 我先简单跟大家讲 好 今天如果两名的罪犯 一个是坦白 一个是拒绝认罪的话 一个惨 一个活 但如果双方都承认的话 那今天双方就一起平单 喷单这个罪行 但是如果双方都不认 尽管你有犯罪证据的话 你的罪行都不会非常重 而我现在讲的第三点 就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的考量吗 你可以看到他说了 我只给检察官两个月的时间 他是不是在跟所有的在押被告讲说 你撑到两个月完就好了 你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转为污点证人 你转为污点证人 就跟我刚刚讲的 囚图困境的状况是一样的 你咬出了一个 其他人全部都惨了 但是所有人 如果都维持原状 维持现状 我们都不认 我们都不讲 我们撑过两个月之后 我们更有底细说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查出一个 所以然 是不是全部大家都可以释放呢 所以这个声明 也被外界跟法界人认为说 是不是有个隔空串阵的可能性呢 但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不提抗告 但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团 持续在做一个司法的攻防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把时间镜头还给同内主播 柯文哲遭到激压 进入台北看守所 今天是第五天 最近消息 柯文哲律师团就在跟他表示 不会抗告 这是最新提供给你 好 没有错 柯文哲已经被激压 被收押了第五天之后 本周的焦点 大家就是想说 柯文哲跟检方的第三站 何时开打 但现在又出现大逆转了 刚刚柯文哲的律师 发出了联合声明 表示柯文哲不抗告了 就是说他不再跟高院提起抗告 确定会被激压两个月 这一份我手上拿着 就是柯文哲的联合律师的声明 我一条一条念给大家听 为什么柯文哲选择不抗告 在第一条的部分 好 律师已经讲了 他说他认为地院裁定 激压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说 有很多的认识用法 存在于多处的明显违物 所以我身为律师 我本来就应该维护 我当事人的权益 来跟高院提起抗告 来做司法的救济 但是关键在于第二点 他说他跟柯文哲先生 于庭前及已向辩护人 明白表示 曾向庭上成名 不愿意法院有所为难 如遭积压不愿抗告 这里面透露一些玄机 表示在第二次的 积压停的开庭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跟法官讲说 我不要给你太多的压力 如果你今天要无保OK 要交保或是要积压 甚至积压的话 我都不会去提起抗告 原因是因为我不要让你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被积压这两个月内 希望检察官可以查明 我所有的事情 我也会配合调查所有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还我一个清白 好 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是在讲什么 就今天不是我们有看到律师 到了北索去律见吗 我们一度外界都认为说 是不是要去签所谓的抗告書 因为彭震生之前也因为这个案件 被退回了 还要去补签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 律师再次到了北索 跟柯文哲二次确认 柯先生 你确定 你当时在庭上说的是对的吗 我们是不是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他第三点说 柯文哲先生仍然表示 不愿意提起抗告 因抗告之提取与否 辩护人依法不得违反 委任人民事之意思 所以呢 律师说 我还是尊重柯文哲的意见 所以他们在这次案件当中 不会提起抗告 而不会提起抗告之后 确定柯文哲积压两个月 那现在外界一定会在怀疑的是 是不是真如同柯文哲所讲的一样 不要让法官为难 所以我宁愿积压两个月 但是检察官一定要查明 还是未来 他们在司法攻防上面 在起诉上面 或是在后面量刑上面 他们在打什么样的司法攻防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 君请请 把闲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柯文哲已经被收押了第五天了 这一周的司法攻防会怎么走呢 我们来为您分析 我们分为柯文哲的部分 跟检方的部分 对于柯文哲的部分 当然就是要提杠告 大家不要忘了 从上礼拜四 他被收押之后 礼拜五 他的三名律师 马上到了北索去律见 但由于是周末的关系 北索是不能律见的 等于只有礼拜五一天 那今天这一天 是不是对他们律师来说 特别重要呢 尤其是经过礼拜六跟礼拜天 他的三名律师想必已经想好了 整个抗告的诉讼策略 最后只是跟柯文哲讲说 我们未来的方向会是怎么样 再透过这种方式 会不会在今天或明天 就会提起抗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柯文哲的部分 对于检察官的部分 好 如果对方来了提抗告 那我们就再看高院的态度怎么样 如果真的驳回 或者是真的发回的话 那我们在家庭再来一战 但对于检方来说 抗告根本不是重点了 对他们来讲 是未来起诉到底要怎么起诉柯文哲 尤其是 好 图例的部分已经证明了 但金流的部分有证明了吗 我们知道 北检为了办这个案子 还特别低落度启动了端谷 就是广纳所有北检的人才 全部都进来 现在就为了查 我刚刚讲的关键的金流 他们特别又找了一位人才 这是金流高手陈文景检察官 好 我先跟大家讲他的资历 在前几周的时候 有听到这个S王牌交易所的 虚拟诈骗案件 由律师涉误这个案件 好 这个主办的检察官 就是这位陈文景检察官 他最后总共起诉了138人 所以他就是一个金融跟金流 经济的专业 所以这一次的中组 特别再纳入他进来 想必就是为了要办这些金流 包括了最近这几天在吵的USB 里面的1500 是时间还是金钱 170万 700万 好 这些不明金流 的确有被检方查出来 但关键在哪 他并没有办法勾机成说 是谁给他钱 或是从中有收费 或者是有行费的这些可能性 所以这些数字不单单只是数字 如果把数字串联起来 这就是检方要找陈文景检察官 加入的原因 未来他们就为了起诉柯文哲 从图利到所谓的收费的金流的部分 全盘都要厘清楚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 2014年出登北市府的柯文哲 语气中满是自负 知道自己缺点在哪 但明知不改 也让自己在10年后 进了台北看守所 是否正因为身边没人敢说真话 才让柯文哲真的以为 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出错 当时平面媒体满版报道所提到的 几乎都一一验证 专访也在场的媒体人黄阳明指出 当时柯文哲还说预防出事的方式 除了每天反省之外就是要把敢讲实话的人放在身边 而那个人指的正是蔡壁如 黄阳明也点出目前争议案件几乎都发生在蔡壁如 离开北市府之后 感叹柯文哲也算是一语成诚 现今围绕在柯文哲身边的人是否有其他意图 蔡壁如看破不说破 但柯文哲素人从政被各界吹捧 2014年还自傲的对周刊说发现自己已经是神 只是没想到十年之后就连柯文哲都忘记自己说过 作为一个神有多危险 柯文哲一向都是一个骄傲自负人 然后所以很多的幕僚的劝告他也不听 蔡壁如也是他唯一敢举手说他错的人 也被李文中所排挤 柯文哲有自知之明却不愿走下神坛 对比过去自诩狂人如今却没了自由之声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早安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持续带给观众朋友 目前柯文哲所卷入的金华城案最新的发展 目前柯文哲被收押禁忌 而根据我们掌握他的律师还没有提出抗告 而且其实简链还不排除还有第二波的收网行动 我们这一节加入联线对谈的是知名律师刘伟田 刘律师好 子松好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要来讲到最近烧的贝贝洋洋 也就是简连之前搜索的时候 在柯文哲住家搜到一个所谓关键的USB 上头Excel档案写着一句小省1500省庆经 那么现在有两派论证 究竟1500是1500万也或者是时间点吗 我们先来看看其实之前高等法院 所公布的公开裁定内容是有端倪的 来看到这一份公开的裁定书 这是9月4号 当时原本柯文哲他是无保请回的 不过北搜抗高成功 所以高等法院就发毁了 刚才的时候当时公开一个裁定的内容 他就有提到说 扣被告柯文哲随身的物品记载内容 而且沈卓审庆经刑贿应扫威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柯文哲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接下来法官就讲说 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对这一起案情 完全不清楚或是未曾怀疑 还有救命的空间 而且原本裁定 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法官 没有就检察官所提出的全部事证 来综合评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 刚刚我们所说的 E-SIL档案里头写着 小审1500审庆经 这一行字在简便工房上 以及实物上 究竟后续会如何发展 我们想请教律师 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记载 当然会让人家怀疑说 是不是柯文哲记载 他收到了一个汇款 假设是这样子的记载的话 那的确是对柯文哲 相当不利的证据 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观众讲 不是单纯只看了这个记载 检察官就足以起诉柯文哲 还必须佐以其他的证据 哪些其他的证据呢 第一个 要有不明的金流 例如说 应小威是不是有一笔 将近相当于1500万的钱 而且就在柯文哲记载这个 1500审庆经这一句话 相对前后的时间 真的有一笔金流出去 然后呢 还再加上佐以 包括沈青青或者是应小威 本身自己的证据内容 包括他可能自己证据 我确实有行为柯文哲 跟柯文哲约定要给这个 金华城案得到什么好处的时候 我给他的后屑 所以有这样的1500万 搭上这些内容 才足以认定 柯文哲确实有收费 而不是只单纯这样的记载 就认定柯文哲有收费 不过的确因为这样的记载 退让检掉跟法院都会高度的怀疑 这个柯文哲跟贿赂罪 是不是有直接关系了 好 没有错 司法师讲证据了 就是证据到哪 办到哪 刚刚律师所提到 柯文哲是不是有收费呢 其实我们要看到台北地方法院 这一次裁定柯文哲收押禁件 的裁定理由 里头呢 也有写到 我们来关注到 当时呢 法官就写到 柯文哲究竟单纯图利 金华城共犯神庆金 让他获利200多亿 也或者是 柯文哲是不是有收受相关的 贿赂款项 所以说还有待后续检察官查明 而法官也说到 侦查是浮动的 所以后续不排除转成贿赂罪重刑 而事实上呢 目前柯文哲为了避免受到重刑 所以供出部分的事实 接下来我们要请律师继续来分析 什么是图利罪 什么是贿赂罪 两者构成的关键 以及刑度的差异 请律师继续详细分析 好 我们跟各位说明 所谓的图利就是公务人员 特别对某些私人特别的好 叫图利人民 图利厂商 所以公务人员本身 有没有收受好处 有没有收受贿赂 并不重要 我们办图利就是 你明知道 你给这些一般人民给私人 特别好的条件已经是违法 你还给 那这就已经构成图利罪了 所以现在不管高院或地院 都认为柯文哲你明确知悉违法 还给予这个金华城 额外的20%奖励 已经涉及明确的图利罪 但至于有没有贿赂罪 这就涉及到 你有没有收受好处 例如说你跟沈静青约定好 如果额外给予20%的 这个荣基奖励 沈静青你给我1500万 假设有作战的约定 而且真的拿到钱 这就是收受贿赂 那从法定型来看呢 贪污自罪条例里面的图利罪 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是很重 至少判5年 但是一旦是收贿 然后给予好处的话 直接涉及到违背职务收贿罪 是10年以上 最重到无期徒刑 非常非常的重 这样的结果 不仅影响柯文哲被羁押 可能有两个月或四个月的情形 还可能涉及到柯文哲 就算被起诉说 因为涉及到10年以上重罪 甚至有可能继续再压下去 好 我们透过律师刚刚分析 可以听到 如果柯文哲真的是被法官转成 更重的贿赂罪 也就是恐怕面临最重是无期徒刑 所以说接下来 简连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掌握简连不排除 还有第二波的收网行动 之前我们都以为 最后一块拼图已经收起来了 其实并没有 也就是简连接下来还要追 柯文哲是不是真的有不明经流 所以说要怎么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核心被告 包含应嫂威 包含沈庆金 应嫂威的助理吴顺明 还有时任台北市副市长 彭震生等人 目前都已经收押进看守所 或是女子看守所了 所以说要怎么追 也就是检察官要来提训追内情 所以说继续再来请律师分析 接下来是不是会走向 所谓的心理阵 为什么会走向心理阵 要先分析什么是污点证人 好 我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所谓的污点证人这是我们一般的俗称 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叫做秘密证人 依照证人保护法的规定 如特别针对贪污之罪条例里面 如果你是行贿者 在这个个案当中就是审庆金 如果他本身愿意攻出重要的犯罪事实 而对这个案情是有帮助的 检察官是有机会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污点证人 给他减轻刑罚 甚至免除刑罚 所以一般我们贪污案件里面 很常发生 包括行贿者 包括白手套 最后都是以污点证人的身份来做呈现 但是必须要强调是 他必须供出来的内容 不是检察官已经查到的 而是要供出对案件有重要的关键事实 而且这个东西是帮助检察官破案的 他才有机会获得减刑 也就是将功折罪这样的结果 所以在心理战上面 我们看到 沈静晶目前已经抗告都驳回了 他就老老实实得关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两个月或四个月 他脑袋里已经在想 我什么时候能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而且离开这里还有机会免除刑罚 检察官或许就开始跟他沟通这件事 你要不要回去过中秋节啊 你想不想回去住在桃柱影园 如果你希望的话 你来供出到底怎么行贿公务人员 这些内容如果他愿意讲出来 就有可能让沈静晶直接离开看守所 但反过来他所讲的内容 会变成秘密证人的证述 直接去指涉公务人员 涉办贪污自罪条例 也可能让公务人员 直接变成一个对他非常不利的重要证据 好 没有错 透过律师来详细分析 我们可以听到 或许接下来有人会转成污点证人 以及接下来建连的第二波收网行动 东森新闻团队都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有罪性掌握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因为涉入金华城B案遭到积压境界 可是阿伯的机智医生牢房生活这两部剧 阿伯一个人就演成一部了 这部剧今天上演第四天了 根据规定如果柯文哲想要提出抗告的话 必须在裁定之后的十天内提出抗告 可是偏偏这两天是假日看守所既不开放会见 也不开放旅见 所以柯文哲的律师团队最快提出抗告的时候 就会是在明天星期一的时候 可是这个抗告的可能性到底成功几率大不大呢 法界并不看好 说几率并不大提出了以下三点 因为通常二审的时候法官都会支持一审 除非柯文哲的律师团可以提出程序上有明显的瑕疵 或是这个实体的理由有明显的矛盾 那再来其实只要检察官在积压庭的时候 可以示名这个被告的犯罪嫌疑重大 以及有无串症的问题 通常这个生压就会获准 那再来呢 金华城B案五名的被告现在通通都关起来了 可是呢另外四个人提出的抗告 通通都被驳回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剧接下来的走向 可能就是检方要展开第二波的追查行动 追什么 追柯文哲的不明金流 因为柯文哲从检方生压到提抗告 以及最后财力收押都被指使 是图立金华城帮助他破得不乏利益200多亿 尤其现在柯文哲的4300万的商办 被质疑是金华城案的后屑 尤其柯文哲七小的账户 现在也被查到有不明金流 更不用说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小选1500 到底是不是1500万了 所以这些都有待查证 法官说了这些市政已经慢慢的形成一个具体的犯罪轮廓 所以甚至不排除会转成贿赂罪重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被积压的这些时间 民众党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可是在上演茶壶风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 陈佩琪的身边总是会有黄珊珊的身影 而黄国昌同样也非常的忙碌 因为传出他们的代理党主席 民众党的上场大佬 是属于黄国昌来担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这几天讲话特别大声 不管是号召小草或是对抗媒体 俨然已经把自己活成一个代理党主席的样子了 可是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没有办法 光明正大的担任代理党主席 就是因为黄珊珊首先他停权三年 可是却被传出他 私底下还是在跟柯文哲的幕僚开会 所以他最有可能会变成地下主席 而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 其实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就和柯文哲有一个协议 说他不介入党务 也不介入这个党内纠纷 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好奇 到底民众党还能拖到什么时候呢 除非柯文哲已经被起诉 或者是中品会惩处柯文哲停权 等到这个时候呢 民众党就必须要来推出 到底谁才是代理党主席 大家都等着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到收押禁见 政治未来似乎已经走向终结 尽管党内应变小组绑上头戴 准备动员大草小草一起上街反攻 但传出风雨飘摇 基层已经开始酝酿跳船潮 既不科学又不理性 但是倒是蛮务实的 因为拿选举不住 可能去买房子倒是蛮务实 在中南部我觉得 还很有这个可能会跳船 因为现在做的事情 除了政治现金案 还有进化成案 其实都不是被民众所接受 前民众党新竹县党部执行长林冠年感叹 整个民众党忠心思想已经消失 还有不少地方党务人士无奈 陆续接到支持者打电话痛骂 指一捐的钱为何都被拿去买房 不少支持者不满 当中央应对乱七八糟 几批战狼出征 从政治现金案到金华成美 亦各解释清楚 引来各界更多烦恶 很低迷啊 很多的小草都很低迷啊 所以大概我现在目前大概就是 希望他们已经有预定好的 一些活动还是造成了 柯文哲曾经是选票金鸡母 现在大母鸡被关在笼子里 除了先前台南市前党部主委 蔡婉秦英查账风波 发不自杀声明跟党中央已经撕破脸 眼下最大冲击 恐怕是下一波想选地方议员的党员 都将离开 当然小草们很焦虑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柯文哲过去身边的人都不是打仗的人 只是围绕着柯文哲转 然后可能从中获取利益 民众党各地基层出现慌张焦虑的氛围 当中央却苦无对策群龙无首 地方党员到网路知名科粉纷纷跳船 柯文哲偶像光环消失 民众党的未来也显得暗淡 东西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今天是柯文哲被羁押第四天 我们独家掌握了 柯文哲住的房大约三平 大约是停车格的大小 被关进去的第一个晚上 还热到只穿了四脚裤睡觉 柯文哲收押在台北看守所第四天 他的设房只有三平大 比一个汽车停车格还要小 再加上他还要和另一个室友共用 如果扣掉厕所 他能分到的空间就只有这么大 空间比舒适的家小太多 尤其我们独家掌握 柯文哲9月5号进到看守所的第一天 热到只穿四脚裤睡觉 但或许是二度家庭攻防站太累了 柯文哲这一天睡得不错 你先来后到就像学长学弟子一样 你后面进去的一定是排在这个比较不好的位置 像是在便所旁边 通常那个比较脏比较臭 没有人愿意待那个位置 由于柯文哲是收押境界 因此他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设防外头的走廊 没办法跟其他人一起放风 接下囚的日子除了早上6点50分起床 吃早餐点名 其余时间都在静坐 如果遇上辅导时间则会播放有声书感话 尽管室友得更加胜选挑选 但台北看守所坚持保密到家 不愿意透露任何室友所涉及的案件种类 他本身身份特殊的关系 所以说他的育友会经过挑选 不会说有一些什么暴力倾向 或是毒品或是炸气这些犯险 通常会挑选背景比较单纯 像是经济犯这类的 而且也不会是科黑 假日期间是台风 那原则上所有人在车房内 也不干涉到他人 作息会原则 好不好都可以阅读运动或休息 台北看守所外一早空荡荡 没有小草身影 或许是为了晚间立法院外 集结活动做准备 最近周刊爆料 柯文哲被查扣的USB当中 记下了1500审慶金 1500指的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钱呢 有资深的媒体人爆料 说在同一份的Excel档案当中 还有其他数字是三位数 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形容 暗指1500是金额吗 而另外还有网友找出了十年前 柯文哲受访的画面 发现他很依赖使用USB 拿来记录工作 这表格里头还藏有了其他人吗 想进一步还原所有的档案记录 不管是硬碟 也全部收过去 你那个资料这样凑凑凑 那自己要评故事 太容易了 心心念念的USB 记着小沈1500审慶金 不是时间就是钱 除了周刊报导 检方追查发现 1500后方有修改记录 媒体人再爆料 你以为那是行程表吗 那里面有三个数字的 是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形容的 USB点开是Excel档 传出是柯文哲的大老板名册 里头有审庆经之外 还有其他集团总裁 科技业大佬 后方同样记下数字 对于掌控支配的巨细迷移 环环相扣 精明干练 这在昨天的裁定书 法干看过了 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USB里面的部分的内容 所以故意这样写 趁着柯文哲主席 被羁押境界 完全没有办法 自辩的情况之下 丢出了这种来源不明 真实性 也没有建立的所谓的爆料 柯文哲独爱用USB 看看十年前画面就知道 万辉家是因为忘记拿USB 可见依赖程度 如今再忘了 已经出大事了 监方进一步还原 文件无所遁形 因为Excel档所改的每一步 全都帮你记录 像Excel档案平常 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看起来它是一个档案而已 但它事实上是一个封装档 把它解开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里头有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那事实上也包含这个 之前你的一些修改的记录 然后包含内容的一些记录等等 柯文哲习惯用USB 以Filldown 检方紧咬 因为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 综合报道 而开完节的妻子陈佩琪 曾经看过上亿元的豪宅 还要求要删除监视器画面吗 这次陈佩琪 遭到了政治评论员 余美媒的爆料 说陈佩琪曾经去看过 位在台北市中校东路二段 市值1.2亿元的豪宅 同样是临近了党部 还有立法院的周边 这让外界痛批 说没有钱还看豪宅 要小草们怎么支持下去 客人者妻子陈佩琪 已经向连衣请假 直到退休 她本人6号现身北索之后 就不见身影 媒体守候在家门口 没看到人 想不到陈佩琪又被踢爆 曾经去看过这处豪宅 这段位于中校东路二段的豪宅 市值大概1.2亿元 传出陈佩琪也来这边看房 因为距离党部 还有立法院都很近 也被外界酸说 是在打造舒适生活圈 豪宅的位置就坐落在 台北市荡黄区中的荡黄 距离客温哲上班 去党部跟立法院都很近 虽然陈佩琪曾经说过 是要帮儿子看婚房 但是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就在政论节目上加码爆料 质疑陈佩琪到处看豪宅 还要求房仲 要把看房的监视器画面 给删除引发热议 不止这一处除了五月份购入的济南大楼商办要价4300万元 另外约看的豪宅动辄上亿也都在立法院附近 看得出来柯文哲家手头应该很宽裕 也被质疑之前民众党大喊居住正义 却说一套做一套 当你们要看一亿多的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当时候 拜托你们争取吴格 瓜牛族的权益的同时 你们的做法是如何 相较之下相对剥夺感非常重 随着柯文哲被羁押 陈佩琪也持续身影 只是接下来看上亿豪宅的风波 一定还会被爆心料 这让支持的小草该怎么样继续挺下去 东西新闻成績中李怡培 在台北采访报道 柯文哲依照过4300万元来购入商办 但契约书上的买卖价款总金额的栏位 只写了61万元引发了外界热议 民众党呛下说已经被妥了相关的资料 要打脸提出质疑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结果放完了风声 却还没有更多的证明 对此就让钟小平痛批 说只要柯文哲的商办 不是用选举补助款来购买的 就是脏钱 民众党先前才呛下出来打球 但钟小平想接球却无法接 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圳花了4300万元购买商办 只是民众党秀出61万元的契约 过了第三天还是拿不出新证据 拿出4月里到底多少钱买的 第二个就是拿出金流 那个钱是一定要从这个7300万 一票30块的总统的补助金 汇到陈姓兄弟4300万 这个钱还是干净 其他钱都是脏的 民众党呛响已经对周小平的质疑 备好资料 但只要出事就能证明 却只闻楼梯响 民众党会给柯文哲的7000多万 柯文哲从这7000多万 汇出去给那个诚信的前地主 你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去拿一个工器出来呢 议员质疑民众党秀出的这份工器 其实也只代表房屋限职 汽税以及印花税 不包含土地价格 民众党声称该文件 属于契约书的其中一份 但不少专家都认为不具实质意义 但关键证据目前都被检察官扣走 真相是什么依旧扑朔迷离 但每拖一天 质疑声浪就更多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楼启仁他台北市的哪一个区块 就刚刚好看尽了 柯文哲的起落跟新衰呢 民众党为了要声援柯文哲 预计就在今天晚上 将要在立法院外的济南路 来举行第一场的全国开抢 号召小草们集结一起来力挺 对此网红馆长陈志涵呢 更在直播时大喊 说现在他没有空管上什么样的节目 只想着要赶紧救人 也引发了网路议论纷纷说 是要劫狱吗 民众党吹响号角集结力挺柯文哲 今天晚上六点半将在这里 立法院外的济南路上 来进行全国第一场开抢 可以看到现场工作人员 都已经开始动工 摆放栏杆搭起架子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要跟时间赛跑 管制区域附近远景也架设巨马 拉红线挂红单 要提醒用路人 济南路一段将有交管 各地方党部也在两天内 拾出浑身解数 要来动员小草 这跟运营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是要求他释放公平对待 集结民众声援柯文哲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主委 发起集结令 出动16辆游览车北上 甚至还要先给500元保证金 确保不被放鸟 只是这一切看在民众党前秘书长 卸立公言里想提醒 这样主打司法不公的活动 向在同温层取暖 要群众理性一点 只是仔细看 如今集会场地 是柯文哲各种风暴争议中心 从集结点立法院群闲楼往外看 不远处就是民众党中央 例外距离柯文哲家和老家也不远 更不用说4300万商办 还有1.2亿豪宅都在附近 我现在心里完全没有空去理其他人什么 拜托 有什么事情 各位网路上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网红朋友们 有什么事情 等老子把人救出来 再他X我啦 打打打 X不烦啊 要趁 你交给你们的 交给网路的各位 老子现在没空 网红馆长陈志涵也想号召小草来集结 就怕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民众党过去向来打着不动员 自发参加活动 如今对照起来似乎又在自打脸 东升新闻 吕世奇 李渡台北报道